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些關於娛樂新聞的事情 早前的微辣事件 有些人很執著我說 最後一條 我這些文人都只是一個文豪 雖然我不是大文豪 說話都是文人的修飾 說話說話說話 難道六豪子出帖我不說嗎 要不要這麼在意 我真是傻 真是傻子 今時今日咬雲著子 只要看我這個subgochannel 說話說回正經 為何要說微辣呢 因為這件事不少 跟微辣有少許關係 原來是中培申 他早前在台灣跟Toyce打拳後 想進一步推廣拳擊運動 這件事應該是他早前舉辦的 他舉辦了一個培申擂台 無敵杯2023 他就找了前微辣的霍果 有些人稱他為微辣清泉 這個就自己判斷 對手是誰呢 就是周永恆 周永恆其實我這個名字有點過氣 說真的 雖然說早前有一宗新聞出了 原來他才是受害者 但誰真誰假 我不想理會誰誰假 我沒有興趣知道 他是被人打人 打人那個 總之他打這個 之前他老婆 趙永恆還是什麼 忘記了 好像鄭秀文那個 那個就肯定他打他 那你怎麼可以 人渣 加上吸毒 打架 各方面 所以他快樂就快樂 那你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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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的問題 說真的 我覺得他的火候還沒夠 他安排霍果 和周永恆對打 大家知道 鍾培生的套路 一邊都是想 他套路 一邊是正氣 一邊是打 他想做社會話題 但其實我覺得他 鍾培生這個人 抓到路 不懂得脫割 他明明有一個好機會 但他又做得不夠 我舉個例子 例如他當時 安排了大J 打張志恆 其實他有什麼好看的 最大問題是 大藍扯不埋 說真的 如果你安排大J 打史萊姆 大哥 我肯定 說到現在還有人說 你說張志恆打誰 打關志斌 你不用這樣也要我教嗎 你武功關系 說真的 你安排到這些拳賽 後備一定爆 你狗不肯達8 一個大J 打個張志恆 你無論由Youtuber的角度 來講 Youtube的恩怨 又不成立 你說可能黃藍陣營 他又不成立 如果你說大J打黑超哥 我覺得也蠻好看的 那你又不是 你弄完這些拳賽 最後得多反響 你覺得夠不夠 其實我真的不太特別 浪費了那個機會 然後他自己打林作 本來都OK的 其實當時是說 但是他KO不到林作 打到老鼠 拉骨 明明他是想塑造到 他跟林作很大仇恨 你怎麼知道 打完之後又抱頭抱頸 又笑了口 一些仇恨感都感覺不到 結果我只能夠說 他那個拳賽 斧頭蛇尾草草了事 然後他跟這個胎士 其實我覺得 台灣真的沒有人認識他 基本上 問好問好 然後香港觀眾 又有幾個 會特意飛去台灣看 是不是 你要加入會員 結果其實 我自己覺得 香港的反響 是非常平平的 我身邊都沒有人看 你看香港Youtube界 基本上我都不說 就沒有人說 對不對 現在你搞霍哥 打這個周永恆 我分不到周永恆 張哲恆 是CQ彈 基本上 首先你那個周永恆 已經是過氣 都不是近代發生的事 對不對 你說剛剛打路 還有如果你打女人 其實如果你要玩 玩噱頭 你就安排 周永恆打崔健邦 崔健邦 我出名打女人 對不對 再不是蔡康蓮 即是隨便都說到幾十個 打老婆 那些人 基本上 一打女人 就是隨便 隨便都說到幾十個 但你安排一個霍哥 狗不忍 這個霍哥 是不是正氣 我真的笑而不語 就是 很多網民都說 喂 不如你安排加蔥 這個樂仔發打 對不對 或者你安排六毫子 大哥 你都是想 好老實說 鍾培生 你都是想拿一個 兼職 想拿一個桌頭 想多些人 記得你鍾培生 大名 那你不要搞 要搞 玩得更厲害 你市場是這樣的 你搞不懂 答白的 其實觀眾 又網民 又不想 你真 老實說 你真的打拳 會看你們拳賽 看兩個業餘 在打 你覺得有什麼好看 說真的 你肯定是我們網民 才有興趣 連我們網民都不支持 但我想問一下你的拳賽 還有什麼人 會想看 我真的很想問 我真的覺得很可惜 如果我有鍾培生 的資源 我一定不會這樣搞 他搞了 真的草草了事 我真的覺得 看完名單 就完全黑人問號 你安排到樂仔聰 都還好 你親自打拳 鍾培生 最好鍾培生 最喜歡做正義使者 你打拳樂仔發 我自己 我自己 第一個拍爛手掌 你一定要打到健血 而且一定要KO 不要像林作 跑速四回合 當然 你安排了六毫子 這些又是正 但你一想到 都覺得正 不過你找不到 潛水潛了這麼多天 可能人都不在澳門 可能已經被我們 我們偉大黨的主席召喚了 臉勝 我們政府泵這麼多水 給你搞這些事情 即是怎樣 現在政府也有份殺人 政府 即是被你殺人 即是我們政府也有份殺人 即是我們政府也有份殺人 你影衰我們 我真的衷心希望 這個六毫子 有讀過這個 杜月新的故事背景 即是這些 這些事情 即是 你的背景一髒 政府就不想用你了 OK 這裡提及愛話 就不要說那麼多了 總之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只能夠說 中山除了公關的層面上 做得不太好之外 我覺得去搞這個 噱頭的事情 都真的不行了 我看回這些 這些 還有你說想推廣拳賽 其實浪費氣 即是不說一句都說了 即是這樣打擊這副三代 好像不太好 即是有錢人 最喜歡做自己的 那我也明白 你有錢一定搞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但拳賽的事情 本身就不是大眾的活動 或者運動 即是這件事特別 你只會在香港 你在香港推廣運動 其實已經沒什麼可能了 即是你有什麼運動 你覺得政府不支持這件事 即是香港為何叫文化沙漠 或者是這些 即是無論是藝術 運動 你香港政府 誰撐你 說真的 對香港人來說 你撐什麼 但我做拳擊手 我賺不到錢 我不用上班嗎 我不用養家嗎 是不是 你沒有推廣 這些根本 肯定是頂多是業餘的 就算是鍾培生 請一群拳手 你是不是可以在香港 舉辦一個聯賽 因為你一定要定期有比賽舉行 你拳擊手 才有錢賺 你電競 你電競 你沒有聯賽 我吃 我沒有比賽 我怎麼賺獎金 我吃屎 所以你搞這些 其實沒什麼意思了 不過他自己有錢 你出去不獎 例如 如果他喜歡踢球 他就推廣踢球 他喜歡打拳 他就推廣踢球 但他喜歡打拳 但打拳這件事太過 太過難入口 因為你始終是暴力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玩 踢球 打籃球 但打拳就一定會受傷 基本上 可以這樣說 你會被人打 我自己覺得 真的浪費 與其推廣這些就算了 不如我們回去說這個 我衷心希望 下次找人 找名單 可以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不要搞到現在這樣 不倫不類 好 今次短短說了這麼多 我們下次見 拜拜